警告 本影片含有大量劇透內容 如果你並未完成DLC鐵枝古王之冠 可能會令你因此失去遊戲的新鮮感 建議你可以在完成遊戲之後才觀看本片 大家好 來到鐵枝古王之冠的DLC 我們打開這裡閘之後繼續向前 在電梯的頂上就有一道霧門 穿過霧門繼續往前走 走到督就有六個溶結之洩 是一樣是比較重要的寶物 然後繼續往前走就會發現第一個營火 點起第一個營火之後我們會繼續往前走 前面就會見到第一個煤炭之象類似敵人的東西 我建議大家第一個可以skip去 然後就往旁邊這條路向下走 拿我們第一個戒指 敏捷戒指 然後我們回去走第二條路 我們是完全忽略了一個煤炭之象的第一個 然後在這裡我們掉下去 然後就會去到這條正路 接下來我們會遇到第一個敵人 而這些敵人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應付得到 所以我也不多說 不過這裡要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錯過紅色的水 拿完紅色的水後面也有一個敵人 解決了它繼續往前走 還會走到這個室內有柱的地方 在柱後面會有一個寶物 然後這條柱下面的地方也會有一個寶物 接下來這裡有兩條路可以走 第一條就是七色石這邊 這條路的錄錄還有一個圓盆 然後沿著這條梯落 下面還有一個煤炭之象 其實我也說這裡有一條分岔路 另外一邊可以在這裡掉下去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敵人叫虛海 是不是真的不說你不知道他叫虛海 打完它之後我們繼續向前 就會發現有一個營火探救者和一個人性 拿完它之後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有一個位置可以掉下去 剛才我們看到煤炭之象的地方 那下去我們也是首要條件 先處理煤炭之象 我們用完這個熔鐵之蝕之後 就解決所有的敵人 之後千萬不要忘記 拿回那個煤炭之象掉下來的靈魂 接下來這裡裡面會有一個叫虛道之火的東西 還是不要忘記拿 開完這個閘 我們一出閘就會向左邊走 會有一些由灰組成的象 你沖爛它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個叫暗淡古石的東西在這裡 拿完之後繼續向下走 你會發現一道非常明顯的暗門 打開了這個暗門之後裡面是會有寶物的 也是啦 拿完這個寶物 我們就回到剛才閘的位置 右邊繼續向前走 你會發現一道鐵門 打開就會看到這些拿著木桶的敵人 他們是會向著你的相反方向走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一點 讓他們自己走到火裡 從而引爆的桶 接下來我們也會看到第二隻的虛海 搞定它 然後我再次示範一下 怎樣引起木桶怪被火燒 就是這樣 沿著這條路走有一條梯 沿著這條梯落 也是會有一個敵人 先解決這個敵人 然後繼續向下走 也會有兩個敵人 也是啦 逐個擊破 然後打完他們之後 就會發現這裡有一個寶箱 是有一個護手帶加8 繼續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有第二個營火 點起這個營火 我們先去霧門那邊 穿過霧門之後 因為暫時機關是不會動 我們只不過只有一個路 就是下去了 下去完之後 我建議大家走左手邊這裡 是這條路 沿著這條路進去 你會發現有一道門是打不開的 但是你只要向著這道門 按前重攻擊 你可以打爛門後面的東西 從而是打開到這道門 那這道門後面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追擊點 我建議在這裏 打得多少敵人就得多少敵人 會對我們接下來的功力 是非常有用的 下來之後 首先引敵人去這一邊 其實是爭取多些時間 讓我們去處理煤炭之象 又是同樣的情況 使用熔鐵之蝕 然後使用完之後 又是不要忘記了拿回 然後 繼續打完這裏所有的敵人之後 這裏有另一個寶物 叫火精石戒指加三 開完這裏閘 外面就有另外一個虛海 都是同樣道理 打完這個虛海再撿到這裏的寶物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用雷的敵人 在這裏我建議 你會用遠程攻擊去處理這些敵人 因為 假如你不用遠程攻擊 你出去 是會有些敵人前後夾擊你的 因為那些敵人會在地下捐出來 就是這些 那你解決這些敵人 你繼續往前行 都是用這些辦法 去解決前面的用雷的敵人 當你搞定它之後 繼續往前行 有一條梯 那你沿著這條梯 滑下去 其實 就會有更多打打殺殺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太適合 當你打完這些敵人 你會發現有一大片灰的地下 少不免這裏有灰的象牙 你可以撞眼它 然後看看有沒有靈魂 其實這裏經常會有些神秘的隱藏嘉賓 是會出現的 打完它之後 你可以沿著這裏 向著這個霧霧走 我們就會來到中心部 在這裏 就會有第三個營火 我們點了第三個營火之後 千萬不要繼續走 我們在這裏找 就是會發現有一個法術精石戒指加三 拿完它之後 我們可以繼續向前走 其實這裏只有一條路 沿著這條路繼續落 就會發現有個牛頭的東西 你攻擊這個牛頭 就可以讓它動 然後開閘 記得剛才那些木桶怪嗎 其實我們在這裏可以利用木桶怪 向著你走 反方向的性質 引爆它 從而打到其他敵人 接下來這裏 牆是可以打得爆的 我們遲些再會處理一下 這裏會有一個用雷的魔法的敵人 都是搞定它之後 都是開閘事 然後照版煮碗 用剛才的辦法 引起那隻木桶怪 然後打開牆 裡面有龍骨化石成八 拿起龍骨化石成八 再引起木桶怪 被火燒 從而炸死這兩隻的敵人 接下來這位置比較麻煩 因為這裏比較窄 我們要首先引起這個敵人出來 你可以打回石盡 從而多些空間 引起它過去 然後就開閘 開完這道閘之後 我們就引起這隻很巨大的敵人 去這些木桶的地方 然後它就會被炸藥炸爆 接下來我們就開另外一道閘 但是之後千萬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就引起另外一些木桶怪 去炸魚下下來的隱藏牆壁 裡面是會有兩件洋蔥戰士的規格 當我們拿了這個洋蔥戰士的規格之後 我們會繼續向前走 有一個位置我們一定要打開一個短片 因為假如我們不打開短片 你一死就要走回剛才的路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 之後我們就可以沿著這條鎖鏈 繼續往前走 走到這個塔 推開木門之後 還有一些肥仔的敵人 我們基本上這些肥仔敵人是不難打的 最麻煩的地方是它會爆 爆也不僅然會燃點到其他的肥仔 我建議在這裏都是利用它們會爆這個性質 讓它們自爆好過 這裏會有一個龍骨化石 接下來我們還會給暗靈劍士瑞秋入侵 這個位置其實中間是有一層的 我們可以先掉下去 但是這裏其實都幾無謂 因為除了一隻肥仔和乾肅草根之外 就沒有其他東西 那下去之後我們可以正正當當打這個鬼鬼祟祟的劍士瑞秋 其實這個劍士瑞秋真的不難打 對比起我們將會遇到另一個暗靈 這個劍士瑞秋算是容易打的 所以我都不多說 當我們打完這個劍士瑞秋之後 我們就開了這個地方的所有門 你看它其實還會做一些傻仔的東西 那你開了這裏的門之後 發現其中一道會有兩個寶物 就是一個光輝蝕形石 和另外一個寶物叫回憶 那在這裏也會有一隻 那些放雷魔法的敵人 解決它之後就可以拿回憶 那當你打開一道門之後 其中有一隻會爆炸的話 這裏就是正確的道路了 我們也是用回剛才的辦法 就是引他們自己爆炸 沿著這條梯再繼續下去 去到一個非常噁心的地方 就是這門後面 你會發現有很多肥仔 我建議拿完這個高熱棍棒之後 立即用反回骨片或者羽毛 回到最後的營火 那今集又到這裏差不多了 下集見 拜拜